男人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有两个社会人正在组装重型武器 他们看起来像是准备迎接一场战斗 而且其中一人似乎还有一装痞 脸上更是带着一抹诡异的坏笑 这给老乔看得有点心虚 这时车上的广播中也响起了紧急新闻 有一种新型病毒已经迅速吸卷了全球 感染者会变得暴躁易怒 还会出现饥饿难耐和极端暴力的举动 呼吁民众们准备足够的食物躲在家里不要出门 而老乔听着广播的同时 也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中快速赶回了家里 妻子正带着孩子们准备避难 因为即将有一场超大飓风出现 而更恐怖的是 根据新闻上的报道 不仅仅是超强飓风 之后还会陆陆续续出现地震 和陨石撞击之类的自然灾害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好在经过一场超强飓风后 老乔一家的房子还没有被彻底摧毁 许久过后他才带着家人出去收拾战场 地上到处都是被飓风刮来的死鱼 收音机里说全美的电力都瘫痪了 手机也都失去了信号 正在老乔想着要怎么处理这一地垃圾的时候 一辆警车停在了他家门口 来人是镇上的警官厄尔 他说现在城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到处都在发生暴乱袭击事件 而且短时间内应该无法恢复社会秩序 最后又叮嘱了老乔帮忙留意一下自己失踪的侄子后 警官就驾驶着车子离开了 而就在厄尔刚走了没多久 老乔家门口就出现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像是饿死鬼头太阳吃东西的小伙子 正是厄尔纳失踪的侄子 他说他们一家在山上遭遇了飓风和暴雨 车子都被刮飞了 看他没吃饱老乔就起身准备再给他拿点吃的 可没想到这小伙直接开始抢其他人餐盘里的食物 有人只是提醒他斯文一点而已 但这家伙竟然直接翻脸 开始无差别攻击所有人 并且力大无穷 根本不像是个正常人类拥有的力量 眼看老妈就要被活活掐死 小儿子马克果断拿出枪 对着这个发疯了的年轻人就是挤枪下去 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他的身体里竟然有个模糊的人影钻出飞走了 老乔一家五口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幕 身为大学教授的老乔 瞬间感觉自己的认知崩塌了 刚才那玩意儿肯定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东西 妻子金姐看儿子杀了人 立刻决定去警察局报警 或者说是去搞点武器回来 由于金姐以前在空军服役 老乔并不担心他 不过当金姐一个人来到警察局后 却一个警察也没看到 看来想找人帮忙是没戏了 发现地上有一把枪 他正准备捡起来 却差点被关在笼子里的人袭击 仔细一看笼子里的两个人都已经不像是人类了 更像是某种残暴嗜血的动物 显然和刚才在他们家里暴饮暴时的那小伙子是同样的感染者 金姐不敢停留 迅速开车回家 可没想到在家门口又遭到了一个黑人的袭击 他嘴巴里还发出类似于怪物的吼叫声 幸好老乔及时出来帮忙 而这黑人挨了两发子弹后 竟然很聪明地选择了逃跑 夫妻两人都看得出来 这玩意儿也不是个正常人类 经过了这荒诞的一天 老乔总算可以安静地坐下来歇会儿了 他认为这次的末日危机可能不会短时间结束 他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妻子金姐却觉得 这只是一种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而已 还是要相信科学 但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却让夫妻俩都无法淡定了 一大早老乔就带着儿子去收拾门口的垃圾 突然楼上传来了女儿的惨叫声 当妻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行怪物 拖着女儿安娜飞入了空中 随后远远地飞走 金姐坐倒在地上差点崩溃 而老乔也立刻做出了决定 一家人收拾好行李坐上房车出发 沿着那飞行怪物离开的方向去寻找安娜 首先他们需要准备足够多的燃油 可当来到一个无人看管的加油站后 却发现加油机上竟然被人故意上了锁 突然一个满身脏兮兮的男人走了出来 刷子给他们洗车 尽管老乔表示不需要免费洗车服务 但这男人却坚决要洗 只是他泼出来的水不知道为什么是血红色的 随后这人又突然拿出一个脑袋扔在了车窗玻璃上 这给老乔一家四口吓得一哆嗦 油也不加了直接开车跑路 而这疯狂的男人一边喊着让他们给油钱 一边骂骂咧咧地拿起加油机旁边的枪 对着房车就是一阵喷 可他嘴里的烟不小心掉到了地上 瞬间就引燃了地上的燃油 好在加油站发生爆炸的时候 老乔已经驾驶房车开远了 一家人惊魂未定的同时 车上的广播响起了紧急播报 原来军队在小镇上设置了一个临时集结点 也是为了防止狂热病毒扩散 想要逃离这座城市的幸存者 都必须到集结点那里才能出去 老乔立刻决定前往集结点 但必须要寻找到失踪的女儿安娜 而此时的安娜 正躺在一片树林中 醒来后 他就看到旁边还有一个陌生男人 正是之前那个将他拖入空中的怪人 安娜正想用手机联系父母 那怪人突然开始抽出了起来 随后瞬间爬起声怪叫着朝他扑了过去 而安娜吓得不敢动态 这怪人自己就被一根树枝给刺穿了胸膛 接着一股蓝色的像是幽灵的东西 就从他身体里逃了出去 安娜吓得半死 赶紧跑出树林 短暂恢复信号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老妈让他去军队集结点 这时路上驶来一辆警车 安娜赶紧招手拦了下来求助 正巧是昨天去过他们家里的鄂尔警官 他是看着安娜长大的 但奇怪的是此时的鄂尔大叔似乎并不认识安娜 不过安娜心想跟着警察走应该比较安全 就直接上了车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 警车的后备箱里露出来一只血淋淋的手臂 车子开了没一会儿又突然停了下来 鄂尔和另一个队友竟然直接站在车子旁边开始放水 车上的安娜一脸猛逼 看到这两人的诡异举动 他想起了新闻上说过的狂热病人的症状 会精神错乱举止异常 于是他就好奇地问了一句鄂尔警官 认识自己多久了 但鄂尔根本想不起来 然后就拉着安娜下车走到了后备箱位置 里面装的正是已经奄奄一息的老警长 而且更是当着安娜的面 逃出枪送老警长上路 安娜顿时被这一幕吓得愣在原地不敢出声 他已经确定这两个人变异了 但现在自己也没办法跑啊 毕竟他们俩手里都有枪 在解决完警长后 鄂尔果然不打算放走安娜 让他继续坐上车 不过很快车子又停下了 因为这两人闻到了食物的香味 鄂尔强行拉着安娜下了车 走进餐厅里后 直接嚣张地掏出枪 让里面的人全都举起手 而这几名机车骑手却并不怕 反而摸上了自己的枪 其中一人却突然询问鄂尔 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 但鄂尔仔细想了想后 却始终想不起自己叫什么名字 突然安娜一声尖叫大喊小心 瞬间枪声四起 转眼间的功夫 两名警察就倒在了地上 而几名骑手却都好发无伤 好在安娜刚才及时提醒 否则他们就被那个绕后的警察偷袭了 骑手老大辫子哥淡定地走到安娜面前 拿出一块白色毛巾在安娜嘴巴里擦了擦 发现没有血后才放心 同时也给安娜解释原因 因为狂热病人的嘴巴里会出血 这两名警察就是明显的狂热病人 随后辫子哥不再搭理安娜 招呼小弟们就准备离开 但安娜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想让辫子哥带自己一段路 辫子哥本来不想管这小姑娘的 但安娜说刚才自己可是救了他一命 救命治安帮的小忙也不行吗 无奈辫子哥还是同意了 反正距离集结点也不远 他骑车过去很快就到了 当安娜到达集结点后 这里已经是人满为患 路上停满了幸存者们的车子 由于感染初期除了情绪比较暴躁外 和普通人无异 很难辨别出来 只有通过检查口腔是否出血 老乔一家四口刚刚接受完检查 路上突然出现了一辆载满人的车子 车上的人全都拿着武器嗷嗷叫着 这就是典型的狂热病人 附近的士兵迅速开枪 由于提前布置了集结点这里的兵力雄厚 加上还有重型武器 这只有备而来的狂热病人队伍 还没来得及下车就被团灭了 这一幕让周围的幸存者们都慌了 因为狂热病人的外貌和普通幸存者 其实差别并不大 老乔一家通过检查后赶紧开车走人 而金姐也收到了女儿的手机短信 她说已经到了集结点了 但就在这时 许多幸存者们都抬头看向了天空 只见一颗巨大的陨石正急速坠向地面 这种陨石的威力绝对不亚于一颗核弹 顿时集结点的所有人都开始疯狂逃命 在一阵毁天灭地的冲击过后 城市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周围已然变成了一片岩浆绿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陨石的撞击下灰飞烟灭 幸好老乔一家所在的集结点距离比较远 冲击波过后老乔立刻开车逃离 因为集结点已经陷入一片混乱 早点离开免得被波及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至于还没找到的女儿安娜 只能在其他地方接她了 而此时的安娜靠着躲在一辆车子下面 并没有受到冲击波的伤害 不过她也不知道父母开车去哪了 只能坐上了另一个好心的女幸存者的车子 另一边的老乔驾驶着房车 跟着前面几辆幸存者的车子 自发组成了一个车队 车上的金姐看到路边有个女人 正在被狂热病人追杀 她立刻让丈夫停车 自己拿起枪就跑过去帮忙了 老乔不放心也拿了把喷子追上去 其他幸存者也都纷纷停下围观 但当金姐追上去后 那女人已经被狂热病人手撕了 而自己连开两枪却没能放倒这家伙 反而还被对方一拳打飞了几米 尽管她手里有枪 可双方的战斗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 就在金姐也要被撕碎的时候 丈夫老乔及时赶到 一枪就将这感染者体内的幽灵体打成了灰烬 差点丢了小命的金姐下的不轻 但没能救下那女人太有点惋惜 再一次目睹了那感染者体内的类似幽灵体的东西 老乔也不再淡定了 她和家人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猜测 在某个神话传说中 有一种叫做皮心者的灵体 它们能够占据人类的身体 从而让人体变异 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力大无穷 甚至是会飞行的感染者 一家人都在担心安娜还活着没有 幸运的是手机信号恢复了一会儿 安娜就马上打来了电话 双方立刻商量好在西雅图的爷爷家中会合 然后手机信号就断了 虽然又失去了联系 但至少他们已经约定好了目的地 而老乔一家跟着幸存者车队行驶的途中 外面再次出现了异象 空中竟然出现了像是北极光的奇观 知识渊博的老乔认为 这是太阳要般引起的 当车队途中停下休息的时候 有一个叫老唐的幸存者来向他们借汽油 金姐欣然同意了 因为他们的房车储备了很多汽油 趁着车队休息的时候 大家也都下车散步呼吸下新鲜空气 马克还发现老唐的儿子小唐 和自己竟然是同校同学 不过马克却察觉到 这小唐的言行举止有点不正常 这时金姐接到了妹妹的求助电话 于是只能找车队借一辆车去接妹妹过来 到时候车队会在下一个休息站等她 这只幸存者车队来到一个休息站 大家都下车去装水和上厕所 不过好在这附近并没有看到狂热病人的踪影 也没有肆意烧杀抢夺的末日暴徒 马克钻进一辆废弃小车里 想找点有用的物资 突然有人扔给他一个篮球 让他陪自己一起玩玩 但马克看了看周围觉得不安全 就让小唐别玩了 而小唐不知道为什么十分的兴奋 根本不听劝 竟然直接朝着马克一个野蛮冲撞 再撞倒了垃圾桶后 他甚至还捡起垃圾桶里的东西吃了起来 马克看着这一幕感觉有点不对劲 暴躁易怒情绪失控 还有极其强烈的食欲 这些可都是感染者初期会出现的症状 马克基本可以肯定 小唐已经感染了狂热病 但为了避免引起车队恐慌 他并没有立刻将这件事情告诉大家 而是偷偷告诉了父亲老乔 只不过老乔也并不相信 还认为马克是太紧张了 很快金姐就带着他妹妹玛丽回来了 车队也休整完毕重新出发 由于刚才小唐不小心把手给撞脱臼了 作为老护士的玛丽立刻帮忙治疗 但诡异的是 手臂脱臼状态的小唐一脸的若无其事 仿佛那只手不是他的一样 而当玛丽把小唐的手臂复位后 他竟然也是一点都没感觉到痛 这让当了多年护士的玛丽感到匪夷所思 只有坐在一旁静静看着这一幕的马克心理清楚原因 当小唐离开房车后 马克这才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了大家 小唐已经被老爹所说的那种脾行者占据了身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彻底变异成非人类的怪物 不过玛丽和姐姐莎拉都不相信这个说法 随着夜晚的降临 他们的车队也来到了一处幸存者们的聚集地 许多活下来的人都纷纷来到这里求助 而这里还设有临时的医疗中心 有人在检查幸存者们的口腔 而热心肠的马丽不顾金姐的阻拦 果断下车跑过去想在医疗中心帮帮忙 但医疗人员却让她最好离远点 否则被狂热病人感染了就没命了 而马丽却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还坚决表示要留下来帮忙 突然旁边的一个西装男开始攻击她 这人明显就是一个狂热病感染者 好在金姐果断开枪放倒了西装男 马丽才没受伤 随着枪声的响起 周围的幸存者们也都慌了 纷纷四散逃命 老乔他们的车队也赶紧上路 这种地方一旦陷入混乱就不能多待了 路上他们再次见证了太阳药般的爆发 这次明显更加强烈了 突然一阵闪电火花喷剑 大气层中的强劲电引发的爆炸 直接损坏了房车的一些电子设备 无奈之下 车队只能在附近找个地方停下过夜 早上天亮以后 车队里很多人的车子 都因为太阳药般被炸坏了 老唐只能带着儿子 跑到了老乔他们的这辆房车上 小唐似乎非常的焦虑 东张希望的十分紧张 刚坐下几秒钟又突然站起身 然后迅速跑下了车 其他人见状不知道什么情况 赶紧跟了上去 而马克认为他是要彻底变异了 果断拿出枪追了上去 小唐像是发了疯跑得很远 只有年轻力壮的马克追上了他 而小唐果然变得十分异常 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语气中还有些嘲讽马克 于是马克忍无可忍果断地开枪了 可当小唐倒下后 他的身体里却并没有幽灵体飘出来 这时他爹老唐终于跑了过来 看到倒在地上的儿子悲痛欲绝 听到马克所说的小唐的一系列异常举动 老唐这才解释说 因为儿子一直有精神疾病 所以才会有很多地方显得不像正常人 马克听到小唐有精神病后 虽然有些惊讶 但他依然认为小唐是被感染了 只是还没有彻底被灵体占据身体而已 而如果其他人不加以防范 等到小唐彻底变异的时候 可能已经酿成了惨烈的后果了 这几个幸存者正在路边烧烤 但突然有个女孩跑过来向他们索要食物 几个男人对尸一眼脸上都露出了坏笑 在末日中 这孤零零一个人的小姑娘不也是食物吗 他们没想到对方竟然掏出一把枪来 还直接对着地上开了一枪 这给几个小伙吓得一哆嗦 不过他们毕竟四个大男人 即便是看到对方手里有枪也并不是很惧怕 安娜也没想到末日中的人会变得这么快 现在想来自己这么做有点太莽撞了 而就在这时 有一辆越野车停在了路边 一个穿着被戴裤的男生主动向安娜表示 他那里有足够的食物 让安娜上车跟他走 别和这些人纠缠了 安娜看了看这两人似乎并没有恶意 于是犹豫了几秒钟后 果断朝天开了一枪 吓住那四个人的同时 自己就迅速跳上了那辆越野车 随后安娜跟着他们俩来到了一处宽阔的农场 这里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末日的影响 仿佛一处世外桃园一般 这个穿被戴裤的男生叫德文 和他一起的梳着长长辫子的女孩叫伊丽莎白 两人给安娜介绍了一下这里的规矩 这些由农场组成的公社是一个制度严格的机构 由于这个地方的人都对上帝有高度的信仰 因此所有人都不允许说脏话 哪怕是一些侮辱性的词语 都会被认为是在亵渎上帝的恩赐 直呼上帝的名字更是禁忌 看伊丽莎白说的这么严肃 但安娜倒是不怎么在乎这里的规矩 反正她最多停留一两天就会走 安娜说出了自己要去西雅图的打算后 德文就先带她去吃了点东西 之后又告诉了她西雅图那里的状况很糟糕 建议安娜不要一个人去送死 待在他们这里起码是安全的 但安娜和家人早就约定过在西雅图碰头的 无论那里有多危险 她也必须赶过去 建劝不动安娜 德文也就没有再坚持了 或许是很少见到其他地方的同龄人 德文对安娜很有好感 因此安娜的很多需求 她都会想办法满足 不过安娜需要的车子却很难找 德文只知道主教那里有一辆 但要等她回来以后看她同不同意 正在两人靠着栅栏聊天的时候 天空中猛然响起了一阵未知生物的吼叫声 安娜想起这声音自己在哪里见过 昨晚在森林中 她就亲眼目睹了一个会飞的生物 抓走了一只马 和刚才听到的是同样的叫声 农场的幸存者们急忙躲进了房子里 一直到了晚上 发现外面很久没有怪物的叫声了 德文才提议出去看看 可当一行人刚刚走出屋子 那恐怖的叫声又响起了 没来得及跑进去的安娜三个人 只能迅速趴在地上装死 随着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 安娜也终于看清楚了这怪物的模样 一直有着恐龙身躯 又长着一双巨大翅膀的生物 而诡异的是 这怪物明明发现了地上的安娜三人 却只是停下看了几秒钟 就直接飞走了 并没有伤害他们 末日爆发仅仅几天的时间 这个繁华都市就变成了一座死城 不仅没看到任何一个幸存者的踪影 就连嗜血狂暴的变异人也没有看到 这种过分的安静法让人感到很危险 几人下车逛了逛后发现 路上的这些车子都是突然被人遗弃的 甚至钥匙都还插在上面 就像是那些人全都凭空消失了一样 老乔感觉这地方有点不正常 赶紧催促家人上车跑路 他按照和女儿的约定来到了父亲的家中 但在门口叫了几声却没人回应 心绪已经遭遇不测了 于是他们就拿起枪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屋里 不过检查完整个屋子都没看到有人 老乔发现烤炉里的灰还有余温 因此推断父亲在十几个小时前还在家里 沙拉来到院子里看到玛丽姨妈正在摘水果 在末日中食物是排到第一位的物资 可当她打开地窖后 却突然钻出来一只狗只 直接将它扑倒在地上撕咬 一旁的姨妈玛丽赶紧拿着水管赶走了疯狗 但沙拉的手腕还是被狠狠地咬了一口 而且玛丽还看出那只狗嘴里有白沫 明显是有狂犬病 所以必须带沙拉去看医生并且注射狂犬疫苗 于是老乔决定去市区里看看 顺便也补充点物资 只留下马克手在家里 很快老乔就驾驶着房车来到了附近的一个药店 狂犬病疫苗注射剂很容易就找到了 而老乔还顺便拿了瓶酒 夫妻俩各自喝了两口提提神 随后老乔继续去寻找注射器 而金姐似乎听到了楼下有什么声音 她迅速拿出枪躲在墙角听了听 发现正有个人在往楼上跑 于是她瞅准时机一脚就放倒了对方 那老头倒地后发现金姐有点眼熟 她赶忙解释说自己只是来找药物的 这时去拿注射器的老乔也走了过来 立刻认出了这个老头 就是这附近的一个医生克伦 即便是已经成年的沙拉 也忍不住疼的娃娃直叫 父母还要在旁边安慰她 随后克伦医生自己开车走了 而老乔在去超市的路上 看到有一辆被遗弃的新闻车 就跑过去查看 找到一台录像机翻看了里面的内容 只不过除了慌忙逃窜的路人和记者外 并没有拍到其他画面 但大概可以猜测到 又是披行者的某种变异体 很快老乔他们又来到了一个大型超市 在这里他们基本上 能补充到需要的所有物资 现在这种时候自然是临缘够了 想拿什么随便装就什么 老乔一家四口 再在超市里逛了一圈后 首先将四环素这种重要物资搜刮一空 接着再逐一挑选其他物资 可没想到突然钻进来几个全副武装的暴徒 他们也立刻发现超市里已经有人先进来了 虽然还没看到人 但却直接开枪大喊 让老乔他们把拿到的四环素放下 否则就没命走出这超市 可四环素这种药物的重要性谁都知道 老乔自然不愿意全给他们 即便是老乔表示可以分他们一半 可那几个暴徒却十分嚣张地表示他们全都要 说着变来硬的了 但金姐并不怂 和丈夫眼神交流一番后 直接举枪瞄着几名暴徒的方向一阵扫射 掩护老乔三人溜出去 双方无法避免地开始了火拼 金姐不愧是在空军服役过的 一阵蛇皮走位后 轻松地放倒了其中两名暴徒 最后还全身而退跑出了超市 可当一家人上车后才发现少了一个人 正是女儿莎拉 这时超市里响起一名暴徒的声音 莎拉果然已经被他们抓住了 对方要求老乔交出所有的四环素 否则后果自负 无奈老乔只能想了个很办法 自己一个人带着四环素 以及一个简易制作的炸弹走进了超市里 有人志在对方手中老乔自然要想好退路 这个炸弹就是他的筹码 老乔点燃一个燃烧弹火 淡定地表示让暴徒先放自己的女儿 如果要耍花招的话那大家一起死 还给他们看了看这块包里装的都是硝酸鞍和灯油 这一包要是爆炸了的话 那威力应该足够将这整个超市都给掀翻 几名暴徒一看也都有点腿软 虽然是简易炸弹但威力不小 于是就先放了沙拉 才让老乔把四环素扔过来 而老乔让女儿先出去后 自己却没有直接走的打算 只见他淡定地宁开燃烧弹的酒瓶 笑着说这瓶酒可是25年的珍藏佳酿 错过可就没有了 见到老乔毫无防备还主动示好 几名暴徒也放松了警惕 他们显然也都是酒鬼 其中一人试探地喝了一口后 发现果然是好酒 另外两人也走了过来 看到老乔也喝了一口后 暴徒头目这才放心喝下 四个男人喝完酒都面带笑意 刚才的冲突似乎并不阻止他们结交为酒友 可这几名暴徒显然还是太缺乏经验了 别看老乔长的人畜无害的 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狠人 很快酒里的毒性就发作了 三名暴徒倒地抽搐了起来 口吐白沫不可置信地盯着老乔 这辆末日房车正在行驶的途中 却突然看到前面有几具尸体横在路上 于是几人只好拿出枪下车查看 在确认了周围安全后 他们才小心翼翼地走到尸体面前 而诡异的是 这些尸体看起来像是被某种鸟泪啄视过 身上都是大大小小的孔洞 眼睛更是全都被掏空了 光是看着就让人感觉甚得慌 而身为护士的玛丽仔细地检查了所有尸体 想看看还有没有人能抢救一下 还果然让他发现一具尸体有动静 只不过当他刚上手去摸的时候 却猛地钻出来几只像是蜈蚣的虫子 飞快地往他身上爬 玛丽下的尖叫着跳了起来 眼尖这些尸体里钻出来密密麻麻的尸虫 其他人一看也都慌了 而且这些尸虫被一脚踩死以后 还会变成一堆小尸虫 玛丽刚才那一手摸下去的瞬间 就有几只尸虫爬到了他身上 帮他扒掉身上的虫子后 老乔一家人不敢停留 纷纷赶紧上车跑路 而就在前方不远处 他们就又看到了一道挡路的铁栅栏 老乔认出这里就是隔离区 里面都是被隔离起来的狂热病人 他们只能选择绕开这里走 可金姐觉得绕路太耽误时间 于是不顾丈夫老乔的阻拦 直接坐上车一脚油门下去 强行撞开了这铁栅栏 可他这一撞 也成功地让房车被撞坏掉了 就在他们准备检查车子哪里坏掉的时候 一个环卫工人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 还好心地询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 身为护士的环丽一眼 就看出这男人的脸色有点不正常 于是反问他需要不要吃药 还劝他保持情绪冷静 不要生气发怒 可没想到这男人下一秒就突然发起了攻击 凶神恶煞的一把掐住了环丽的脖子 好在一旁的金姐及时开枪 一枪就命中心脏放倒了这人 几人看到这尸体上没有幽灵体飘出来 那显然就是狂热病人了 由于车子被金姐撞坏了 几人只能将车推进了隔离区里的一个机库中维修 而这时环丽身上突然长出了很多疹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些失从的原因 环丽解释说应该是自己过敏了 金姐让丈夫负责将车给修好 随后让儿子和女儿拿着枪出去巡逻 顺便看看这隔离区里是什么情况 因为他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驻守这里的士兵或者医务人员 莎拉和马克姐弟俩离开机库后边左边聊天 他们才只不过刚刚到成年的年龄 就要习惯这种末日中的残酷环境 由于莎拉没用过枪 就只能由弟弟马克拿着了 里面围着的正是一群癫狂不已的狂热病人 看到有人走过来 有个女感染者立刻装可怜 说自己没有被感染是被错关进去的 希望马克他们可以放自己出去 马克姐弟俩看到这女人的言行举止 好像确实比较正常 于是马克就试探性地询问这女人 知不知道这隔离区里有一个叫克伦的医生 女人一听就非常肯定说自己知道 还招手让克伦靠近点 说自己悄悄告诉他一个人 而克伦此时已经有点相信这女人不是感染者了 于是就走到了栅栏边上 结果下一秒 就是为了引骗马克上钩 一旁的莎拉赶紧捡起枪 想开枪下退这些感染者 但从没用过枪的他 甚至不敢将枪口对准地底 眼看感染者们就要抱着马克的脸开始啃了 突然间几道枪声响起 几个感染者被击倒的同时 马克也顺利脱身 开枪的是一名戴着墨镜的士兵 后面的装甲车上也有一个 这名戴墨镜士兵走过来后 让莎拉把枪放下 随后才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两人的口腔 虽然他发现这姐弟俩不是感染者 可却和队友商量了一下 打算将他们直接杀掉以绝后患 毕竟隔离区里的这么多感染者 已经是个大麻烦了 他和队友根本没空去保护其他幸存者 莎拉一听顿时慌了 就赶紧说他们的父母还在机库里 而他们一家人来这里面 也只是为了找一个叫克伦的医生 士兵杰夫一听原来还有其他人 于是就立刻带着姐弟俩走进了机库里 果然在机库里看到了正在修车的老乔 而看到儿子正在他们手里后 他会直接开枪 检查完后杰夫表示 他们是空军部队过来支援的 还质问他们为什么将隔离区的栅栏给撞缓 就在这时 一直躲在角落里的金姐站了出来 他解释说自己也曾经在空军服役 和杰夫应该还是同一个部队的战友 两人还成功对上了以前的暗号 双方这才纷纷放下了戒备心 杰夫和金姐简单地聊了几句后 表示需要杀拉他们姐弟俩帮忙 而且还帮他们找到了 正在隔离区里的克伦医生 在知道了玛丽他们遭遇了尸虫的攻击后 克伦医生立刻给他进行了手术 很快就从玛丽的身体里抓出来几只尸虫 但由于这尸虫很难彻底杀死 踩死一只反而会变成几只小的 三人只能赶紧跑出医务室 再将门给锁上以免尸虫跑出来 可刚刚关上门他们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只见机库外面挤满了一群感染者 看来隔离区被突破了 幸好一旁的老乔也终于修好了房车 几人赶紧往房车上跑 但这些感染者其实并没有彻底丧失理智 听到克伦医生说医务室里还有药 感染者们纷纷往医务室里冲 而克伦医生看到人全都进去以后 再次将医务室的门给锁死了 就让感染者们去对付那些尸虫吧 但这时杰夫的那名队友跑了出来 他竟然一枪干掉了克伦医生 很显然他也感染了狂热病 房车上的老乔几人果断将门关上 然后启动车子开出了机库 与此同时 杰夫正带着沙拉姐弟俩赶来 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群感染者 两辆车加速往隔离区外驶去 杰夫带着老乔他们来到了隔离区的一个出口 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他和其他队友要留在这处理那些感染者 而实际上那些感染者被关在隔离区里 并没有救治回去的办法 最终都是一个死子 只是早晚的问题 既然杰夫和他的队友们不打算离开 金姐就不再劝他们了 但没想到玛丽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竟然打算留下来帮忙 他说因为隔离区里唯一的克伦医生死了 自己作为护士 应该也能充当医生这个职位 金姐知道自己这妹妹的性格 只能和她道别了 而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朝他们开枪 居然是杰夫的那名队友 黄热病毒让他变得失去理智并且暴力嗜血 甚至开出了一辆坦克打算大开杀戒 杰夫很果断地一枪送走了这倒霉的队友 老乔一家也不再停留 立刻坐上房车 离开了这片隔离区去接女儿安娜 由于昨晚龙行生物袭击了农场 并且还抓走了一只牛 却并没有伤害近在咫尺的安娜 因此公社里的很多人都觉得 安娜和恶魔有着密切的关系 还认为她是个害人的女巫 而主教听后却表现得很淡定 她让女仆先出去干活 而就在女仆前脚刚离开 下一秒主教的眼睛就变了 随后一把掐住了安娜的脖子 一种诡异的声音从主教的口中发出 原来她才是被恶魔附身了 安娜几乎毫无反抗之力 而就在这时 外面的女仆听到动静冲了进来 主教体内的恶魔迅速消失了 还反过来污蔑说是安娜体内的恶魔出来了 想要攻击自己 主教是公社里的权力掌控者 所有人都尊敬她相信她 而安娜孤身一人来到这个地方 自然没人会相信她说的话 于是安娜就被关进了一个骨仓里 还给她安上了一个邪恶女巫的称号 并且告诉其他人安娜想要害主教 安娜知道自己如果不赶紧逃走 肯定会被那个恶魔主教杀掉的 于是就在骨仓里想各种办法出去 晚上的时候 德文偷偷来到了骨仓外面和安娜聊天 而没想到德文竟然真的相信了 安娜是女巫这个说法 因为德文发现自己在短短两天的相处中 居然喜欢上了这个来自外界的女孩 而其他人也觉得是安娜给德文下了起目 安娜听得相当无语 但她也确实看得出来 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男孩 确实喜欢自己 于是安娜就抓住这一点 对德文施展了美人静 说自己对她也有好感 随后安娜在一番深情的述说后 果然让德文改变了想法 打算帮安娜逃出去 而此时的主教 正在筹划着怎么处理被关起来的安娜 殊不知德文已经偷走了一把枪 还去偷偷打开了骨仓 放走了安娜 并且打算带着她私奔 当天亮后主教来到骨仓查看时 才知道安娜已经逃走了 不过德文和安娜离开农场公社后 却有些在森林中迷路了 德文此时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 紧紧地跟在安娜身后 而主教也很快循着味道追上了他们 毕竟体内有着一只恶魔的加持 让她的身体素质变得堪比超人 同时还拥有着超强的视觉和听觉 很快就锁定了安娜的位置 而安娜在森林中逛了好久的时间 终于来到了公路上 远远地看到了一辆熟悉的房车正在驶来 这不正是她跌老瞧他们吗 可下一秒 路边突然钻出来一个人影扑倒了安娜 恶魔附身的主教将安娜按在地上 一旁的德文大意灭轻对着主教一阵狂踢 可惜实际伤害为零 但安娜却瞅准时机 逃出左轮一枪打中了主教的心脏 随着恶魔灵体的飘出 主教也当场去世 这时老乔终于驾驶着房车停在了他们面前 时隔几天他们一家人终于再次相聚 安娜刚才击杀皮行者的英勇场面 大家也都对他称赞不已 不过安娜倒也并没有忘掉德文 毕竟全靠他自己才能逃出来 趁着还没有其他皮行者和狂热病人出现 几人赶紧上车离开 这是一群失去理智的狂热病人 他们竟然驾驶着装甲车追杀幸存者 体内的病毒让他们变得暴力世袭 仅仅追着一辆房车来到了河岸边 而车上的几名幸存者下车查看后 发现前面没路了 身后那群变异人的火力又太强 他们根本顶不住 就在这时 一名骑着白马 脸上还戴着骷髅面具 手持一把榴弹发射器的陌生人突然出现 他就像是战神一般 骑着白马朝着后面那辆装甲车就冲了过去 在发射了几发榴弹轰炸过后 又拿出冲锋枪一阵精准的扫射 他一个人面对这么多敌人 却还一副游刃有余的状态 仅仅半分钟的时间 黑衣面具人就将那十几个狂热病人全都杀死了 这给站在房车边上的老乔一家人都给看待了 不禁好奇这人什么来的 居然这么厉害 而金姐看着面前这个黑衣面具人 短暂的思索几秒钟后 就认出了对方并且叫出了他的名字 摘下面具后的老黑也是满脸的惊讶 原来这老黑和之前那个士兵杰父一样 也是金姐在空军服役时的一名战友 而且这老黑还是金姐许多年前的前男友 两人在一番短暂的寒暄交流后 老黑就说自己在不远处的森林中 有一个配套完善的避难所 早在末日爆发前两年就建造好了 而且在那里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因此提议让金姐一家人到他的地盘去避避难 金姐认为这个办法不错 不过他们一家六口人只能开车过去 于是老黑就给金姐指出了去避难所的路 还让他们尽量避开大路走 以免再遇到刚才那种狂热病人的队伍 随后老黑就一个人骑着白马先回去了 而随后老乔就驾驶着房车朝着老黑说的小路走 可才没开了几分钟 前面就又没路了 车子前面只有一个像是陨石坑一样的大坑 里面还有污水和血水 而四周都是树林根本没有老黑说的路 于是一家人商量了一下后 决定分头行动去找路 只留下金姐和女儿安娜在车里等 马克和德文两人一组往开阔地寻找 走在后面的德文突然看到地上有什么东西 捡起来一看居然是一只断手 这给他吓得腿一哆嗦 关键是德文还发现断手好像是被咀嚼过的 可能是某种牙齿很密集的怪物咬的 而另一边的老乔正带着二女儿沙拉一起找路 沙拉走得有些累了 于是老乔就让他停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自己先去前面看看 沙拉找了根树干坐下休息 他倒并没有觉得末日中 在这样的森林中休息会有危险 还像是出来度假浇游一样 摘了朵小花拿在手里玩 直到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只见一根粗壮的藤蔓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缠住了他的脚腕 沙拉吓得尖叫出声 好在附近的老乔和马克听到了声音后 很快就赶了过来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 沙拉有一半的身体都已经被拉到了土里 老乔迅速拿出随身的匕首割断了藤蔓 沙拉脱身后 三人不敢停留赶紧往回跑 几人迅速跑上房车关上门 知识渊博的老乔认出了刚才那种植物 是一种神话中的植物型怪物 叫做树木子 看来末日爆发后 不仅有人类变异的怪物 就连植物也在变异 作为大学教授的老乔 感觉自己的科学知识有点靠不住了 毕竟刚刚才亲眼见到了 以前没当回事的神话故事里的怪物 本以为躲在车里就没事了 但刚才那种藤蔓 竟然闻着人味找了过来 还从车子的缝隙钻了进来 一家人纷纷拿出道具 切割藤蔓怪物 防止他们钻进车里 老乔刚想启动车子 还悲剧地发现 好像电瓶出了问题无法启动了 必须下车去看看什么情况 老乔让儿子拿上枪下车 掩护自己修车 而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钻出来两辆摩托车 有两个人下车后 迅速拿出一种东西 朝着房车下面的藤蔓怪物杂取 而这些藤蔓似乎非常害怕 竟然嘶叫着缩回了地下 等到所有藤蔓都消失以后 这两人才解释 原来他们都是老黑的手下 是来接应他们的 至于刚才扔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一种老式的路言 而藤蔓怪物正好就非常讨厌这种路言 老黑的这两名手下来的正是时候 在指导老乔修好房车后 又亲自在前面带路 带着他们前往避难所 这是一个在末日爆发前 就提前建造好的避难所 由一群退役的空军士兵创办 里面不仅有充足的武器弹药 各种生活配套设施也都十分完善 能够在脱离外界的情况下运行很多年 并且为了安全考虑 避难所中的制度十分严格 而且这个地方完全是独立出来的 不受任何势力的干扰和控制 只有发起者老黑一个人说了算 当看到前女友金姐一家来投奔自己的时候 老黑表现得很得意 在带着众人去食堂吃饭的同时 老黑说自己当初只是为了好玩而已 才搞出这个地方 还真没想到会出现末日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人手不够的话 她还打算继续扩大避难所的范围 不过现在储备的物资 也足够他们生存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时一旁的金姐突然听到了一阵尖叫声 但这个声音只有她一个人能听到 金姐起身出去透透气 可她刚一打开门 却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衣 还全身发光的女人飘在空中 刚刚听到的那个尖叫声 就是她发出来的 金姐下的赶紧关上门 她不知道自己看到的这到底是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她一个人可以看到 金姐干脆一个人回到了房车上休息 可她刚躺下没一会儿 避难所里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只见一个女人正趴在围栏外面大声呼救 金姐一看这不正是自己的妹妹玛丽吗 她急忙跑过去让士兵开门 而开门的士兵觉得这女人有危险 如果是狂热病人或者脾行者的话 那把她放进来就麻烦了 至少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查程序后才行 但金姐只想赶紧打开门让妹妹进来 一气之下干脆对着那名士兵举起了枪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老黑及时赶了过来 手下也是按规矩办事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但老黑更在乎前女友金姐 于是只能让人打开门 不过也告诉金姐要以防万一 如果她妹妹是隐藏的皮心者就要自己负责 才分别两天的姐妹俩重新相聚 金姐这才知道 原来那个隔离区已经失控了 玛丽也是靠着杰夫的一路护送 才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原本以为杰夫已经死了 但没想到了晚上 杰夫竟然出现在了避难所的围栏外面 他很明显已经感染了狂热病 只不过还没有彻底感染变异 玛丽健壮赶紧跑上去查看杰夫的伤势 还说如果有药物是可以治好他的 但老黑却明白 狂热病人能够治好的概率几乎为零 现在把杰夫杀了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金姐却觉得老黑太不念旧情 怎么说也是多年的战友不应该这么无情啊 无奈老黑只能妥协 让人将杰夫带到医务室治疗 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时候 避难所的警报再次响起 这次可不是一两个幸存者来求助了 而是老黑的手下在森林中 发现了一大群皮行者 大概有四五十人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皮行者体内寄宿的是恶魔 战斗力可不是狂热病人的凡人之躯可以比的 于是避难所中的人几乎全都动员了起来 纷纷拿出武器来到了围栏前 但老黑却并不慌 因为他提前在外面布置了地雷阵 随着一阵阵爆炸声响起 那些皮行者还没跑出树林 就被炸上了天 随着一只恶魔灵体在空中飘散 一场危机就这么轻松解除了 可就在这时 原本在医务室里的杰夫却走了出来 他还挟持着照顾自己的玛丽 他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白色 原来他的体内还有一只皮行者 眼看妹妹随时都会被扭断脖子 金姐见状也是不再犹豫 对着杰夫就是几枪下去 但没想到子弹竟然穿过了杰夫的身体 还打在了玛丽的身上 然而杰夫也同时手上发力 玛丽身体一软就倒在了地上 金姐最后一枪直接爆头 将恶魔从杰夫身体里打了出去 但悲剧的是 被扭断脖子的玛丽已经没了气息 金姐只能悲痛欲绝地看着妹妹的尸体 末日之下 这几个幸存者却选择离开安全舒适的避难所 两辆车分头行动去完成任务 其中一辆来到了一所大学 他们准备到大学的图书馆中查找资料 由于距离末日爆发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 此时的大学中已经是一片杂乱 早已看不到任何幸存者的踪影 可让老乔没想到的是 有一个女教授竟然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里 还是一副在末日前给学生们上课的状态 老乔刚好认识这个女教授 因为她在神学方面很擅长 而且她曾经写过的一篇论文中 就写到过现在末日中出现的情况 陨石地震和瘟疫灾变 还有脾行者丧尸 以及各种神话中才会有的怪物 论文中的很多说法都印证了 这也正是老乔此次前来的目的 想找到那篇论文再看看 不过女教授说 她也不记得那篇论文放在哪了 让老乔自己找找看 与此同时两人也交流了一番 关于这场末日出现的原因 以及女教授 还有没有预测到其他情况的出现 而就在老乔在认真寻找论文的时候 那女教授却悄悄地走到了她身后 突然就一斧头朝着老乔劈了过去 幸好老乔反应及时躲开了 女教授口中发出了一阵 不属于人类的吼叫声 老乔吓得连跪带爬往外面跑 这女教授提着斧头也迅速追了上去 非人类的她自然不需要走路 直接一个瞬一节停了老乔 眼看下一秒就要活劈了她 这时一道枪声响起 女教授被一枪命中厚脑 诡异的是 她倒下后竟然化成了一滩黑色液体消失了 开枪的是和老乔一路的女保镖丽娜 老黑为了安全考虑 就给他们配备了两名手下护航 现在正好救了老乔一命 丽娜看到这化成液体的女教授十分惊讶 老乔解释说 这是一种神话中的变形人 能够变成任何人的模样去进行杀戮 尽管差点丢掉小命 但老乔依然打算去找到女教授本人 而且经过这件事情 她相信女教授就在这大学里 果然 一番寻找后老乔就看到了真正的女教授 看到有人来找自己 她却显得十分淡定 还亲自倒了杯酒给她 至于老乔疑惑的 为什么她的那篇论文中 会精准地预言了末日会出现的各种情况 女教授解释说 自己也是突然的灵光一闪就写了出来 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真的 或许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干预了她的思维吧 老乔认为那篇论文中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 只不过女教授自己也找不到了 她想了想说 还有一份研究资料在这个房间里 让老乔可以自己找找看 可老乔一番寻找后并没有收获 反倒是那女教授有点不对劲了 她的语气变得十分暴躁 甚至拿出了一把枪 开始滔滔不绝地发牢骚 这种状态明显是感染了狂热病毒 已经开始失去理之变得暴躁异怒 女教授也知道自己的状态维持不了多久了 因此 她用最后一丝理智让老乔杀了自己 给她的痛快 可老乔却有些下不去手 反而还劝女教授加入他们的队伍 而这女教授则是变得越来越暴躁 终于随着一颗子弹击中她的心脏 她终于心满意足地倒下 原来是看不下去的丽娜选择了开枪帮她解脱 看着女教授的尸体 老乔却感到十分惋惜 因为这分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她脑子里的知识 以及那份灵光一闪的预言之力 在末日中可是无价的宝贝 而此时另一边的金姐 也开车来到了一个夏令营基地 他们准备在基地里收集点物资 金姐和儿子马克打算去检查检查 看看这夏令营基地附近是否安全 而沙拉则是和派来给他们护航的大卫 一起来到了谷仓里 还在避难所的时候 他们两人就已经互生好感 现在出来寻找物资 反而更像是来约会的 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 一旁的稻草堆里突然钻出来了一根藤蔓 朝着女孩的腿慢慢缠了上去 过了几秒钟后 女孩突然间就被拖拽到了地上 一根粗壮的植物藤蔓将她快速地往外拉 男友见状赶紧追了上去 掏出匕首迅速割断了那手臂粗的藤蔓 脱身后两人不敢停留赶紧跑路 可他们才跑出去没多远 又钻出来两个陌生的幸存者拦住了他们 由于对方手里有枪 沙拉和男友大卫只能举起手 原来这两个女人就是这夏令营基地的成员 有人来基地里偷抢物资自然不能忍 而沙拉似乎看到了什么 于是便善意地提醒对方看看脚下 但他们俩并不相信 可下一秒 其中一个女人就被藤蔓拖到 并且将她往木屋下面拖拽 而沙拉和男友则是趁此机会赶紧溜 看到同伴被怪物袭击的鼻桓妹 只不过这几秒钟的犹豫时间 就已经快要看不到人了 于是她只能一狠心 果断开枪击杀了同伴 至少也让她死得痛快点 失去了一名同伴的鼻桓妹十分崩溃 她赶紧找到了另外两名队友 说基地里出现了一种痴人的藤蔓怪物 搞不好就是那四个抢物资的人带来的 于是三人一商量 决定不再手软 先将那四个人抓住再说 而金姐和儿子马克在听到有枪声响起后 也有点慌了 迅速返回去找沙拉他们 但却在途中遭到了埋伏 被鼻桓妹他们三人制服了 随后就让马克将车上的物资都搬下来 毕竟这些东西本就是他们基地里的 金姐解释说 他们发现基地里没有其他幸存者后 才开始搬运物资的 不过这三个女人显然也并不是擅长 为首的卷发女人一言不合就给了金姐一个重击 但金姐却趁机拔出随身的匕首扔了出去 直接插中一人的腿部 而马克也配合老妈反击 一拳干倒了另一个女人 捡起枪后的母子俩瞬间局势反转 剩下的最后那个鼻桓妹也很懂事 就算手里拿着枪也放弃了挣扎 金姐担心女儿沙拉的安慰 于是赶紧询问这三人 可没想到 为首的那个卷发女 却阴阳怪气地说 真可惜刚才那两个年轻人已经被自己杀了 金姐一听 顿时怒发冲冠失去了理智 直接一枪将这卷发女人爆头了 随后又几枪干掉了另一人 接着逼问剩下的最后一个 见对方说不知道 于是金姐又是几枪送走 最后不解气 还对着尸体清空了弹夹 而这一幕 却刚好被跑回来的沙拉看到 沙拉惊恶地睁大了眼睛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 尽管金姐赶紧解释说 自己还以为沙拉死了 所以才会突然失去理智杀人的 但在沙拉心里 母亲金姐已经变了个人 与此同时 金姐的大女儿安娜正在房车里 看到父亲老乔回来了 她询问有没有找到论文资料 可却发现老乔的表情有点不正常 不曾想 面前的亲爹 却突然拿出斧头准备劈了她 好在一旁的德文及时阻止了老乔 两人这才明白面前这个不是老乔 而是某种可以复制人类外貌的怪物 更让安娜惊讶的是 平时看起来若不惊风的德文 此时却仿佛变了个人一样 轻松压制了面前的复制人 德文的眼睛变成了白色 这正是脾行者的特征 他体内也有一只恶魔 只不过暂时被德文控制着 德文手部一发力 就将复制人老乔给扭断了脖子 随后在两人的注视下 倒下的复制人迅速化成了一滩黑色液体消失 当真正的老乔回来以后 就迅速开车去夏令营基地和妻子金姐会合 而安娜也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家人 显然末日中 还有相当多他们不知道的恐怖怪物 可就在这时 待在车上的德文突然跑下了车 还发出一阵怪笑 安娜赶紧过去查看他在干嘛 德文也意识到了自己体内的恶魔灵体 所以才会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压制那只恶魔多久 于是干脆提议让安娜杀了自己 以免恶魔彻底占据自己后酿成悲剧 可一段时间的相处下来 安娜也已经喜欢上了德文 他怎么可能下得了手 就在两人秀恩爱的时候 德文突然被恶魔夺取了控制权 一把掐住了安娜的脖子 一旁的马克健壮拿着枪过来制止 却被德文一把抢走了 拿到枪后的德文却诡异地停在了原地 看得出他正在和恶魔争夺身体控制权 而在最后和安娜道别以后 德文就艰难地控制着自己的左手 毫不犹豫地开枪打穿了自己的头颅 同时也将体内的恶魔给打了出来 这个光头站在路中间 向陌生的幸存者拦车 他身穿一套黑西装 手里提着一个皮包 更奇怪的是 他还不穿鞋光脚走路 这光头的行为举止十分异常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个正常人类 很有可能是感染了狂热病毒 于是老乔几人迅速下车紧接了起来 同时也检查着光头身上有没有武器 结果他的皮包里只有一对杂物 而面对老乔询问他的名字 光头表示自己是来自西藏的一名和尚 还神叨叨地说 这是他新获得的一副皮囊 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老乔几人一听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这是一旁正拿着枪查看环境的丽娜 突然发现了什么 远处的草丛里竟然有一处反光 下一秒 一道枪声响起 几人都赶紧找掩体躲起来 同时那名藏起来的枪手也连续开枪 不过唯独那光头却十分淡定地站在原地 还一脸笑意地看着慌忙躲藏的其他人 似乎根本没有害怕想要躲起来的想法 而那枪手也仿佛看不到他的存在 就只盯着其他人打 老乔就不幸腹部重弹倒在了地上 其余人也都开枪还击 但由于不知道枪手的具体位置 只能乱开枪打掩护 不过现在大家都开始有些怀疑这光头的身份 看样子这光头有可能和那枪手就是一伙的 然而接下来 光头的操作却让几人看呆了 只见他面朝着远处那名枪手的方向 慢慢地摊开双手 下一秒 远处的草丛中竟然发生了爆炸 应该是那名枪手被干掉了 众人都惊愕地看着这一幕 这光头和尚莫非也是个类似于 皮行者的神话生物 过了一会儿确定安全以后 大家赶紧将受伤的老乔抬上车 那和尚也跟着上了车 他表示自己可以治好老乔的伤 由于刚才大家都见识过他的神奇能力了 心中难免有种莫名的敬畏感 于是金姐就同意让他试试 只见光头和尚快速地搓了搓手 像是进行了某种仪式一般 随后将手放在了老乔的伤口上面 过了几秒钟后 和尚就说子弹并没有打中器官 伤口没什么大碍 接着他更是直接徒手伸进了老乔的伤口中 将子弹给拿了出来 老乔也直接晕了过去 不过和尚却十分淡定地从自己包里拿出工具 将老乔的伤口给处理完了 金姐就在一旁看着这和尚做完这一切 现在他也不得不相信 这和尚还真不是普通人类 毕竟他们之前也都见过一些神话传说中的怪物 现在也并没有感到多么震撼 而这和尚似乎还拥有知晓一切的能力 一眼就看出了金姐的心势 直到他因为杀了三个人的事情的心结 于是短短两句话就开导了金姐 而被和尚治疗过后的老乔 竟然很快就醒了过来 看样子枪伤已经都恢复得差不多了 不过这时和尚也告诉了他们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附近会有一座火山即将喷发 而且更糟糕的是 唯一一条开出山谷的路 也已经被之前的地震给摧毁了 果然房车很快就停了下来 前面是一道巨大的沟壑 想要逃出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和尚说只有最后一个办法 那就是回到火山山顶上 去找到一个法阵 完成一个祈愿仪式 就能阻止这场危机 否则他们在场几人都难逃一死 尽管和尚的这个说法有点荒诞 可之前已经见识过他的神奇能力 在没有其他逃生办法的前提下 眼下大家也只能相信他了 于是众人商量后 决定派金姐和丽娜一起 跟着和尚上山去找法阵 其他人则是开着房车 尽量找个地方避难 这三个幸存者爬上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面前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 用石头摆出的奇怪图案 按照光头和尚所述的方法 只要有一个人走进这个法阵图案中央 就能完成祈愿仪式实现一个愿望 从而阻止这场火山喷发 原本按照计划是由金姐走进去的 但没想到丽娜突然抢走了枪 原来她其实是想复活自己死去的儿子 她才不管火山喷发会引起多么大的灾难 一旁的和尚还苦口婆心地想要劝她 却直接被丽娜一枪送走 她不会让任何人阻止自己的计划 金姐见这女人疯了一样乱杀无辜 那光头和尚搞不好是骗她们的 就在丽娜怒骂那和尚的时候 地上的法阵突然有了动静 一块块碎石慢慢飘了起来 似乎是法阵开始起作用了 可突然间丽娜就被法阵吸入了地下 在金姐惊恶的眼神中 法阵很快又平静了下来 而丽娜已经彻底消失掉了 可问题是 不知道法阵到底帮丽娜实现愿望没有 就在金姐坐在地上发呆之际 身旁却出现一个人 一看居然是刚刚被枪杀的光头和尚 和尚也没有解释什么 拒绝了她 而和尚也表示很看好金姐 或许他能活得比很多人都久 而金姐只是一转头的功夫 那和尚就不见了踪影 不过他也懒得去管这和尚 是人是鬼还是神了 现在还是自己逃命要紧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老乔几人驾驶着房车 又在路上遭到了路人拦车 这次是一男一女两个人 开车的是沙拉的男友大卫 沙拉心地善良看到后 就果断让男友停车 几人下车后询问那两人拦车的目的 他们自称是遭到了火山争气 有一个同伴已经寄了 他们俩人就想搭个顺风车而已 老乔听后就解释说 不出意外的话火山很快就会爆发 而且现在出去的路权都已经断掉了 只能找个地方避难才有可能活下来 如果他们俩不介意的话可以一起 吴子哥和苏珊尽管很不解 为什么要找地方避难 而不是找路逃出去 但没有别的办法 也还是只能跟着上了车 老乔一家都觉得这两人有点古怪 没事往即将喷发的火山上跑干什么 他们应该有所隐瞒 不过提议停车大人的沙拉却认为 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好事 很快房车就来到了一处山中的掩蔽地点 几人纷纷带上行李下车 那吴子哥看到时机合适后 立刻凑到了沙拉身边 假装要帮他拿行李 却趁机用刀挟持了他 老乔和安娜他们见状立刻拿出了枪 吴子哥愤怒地咒骂老乔想了什么狗屁办法 开车一直走不就行了吗 非要找个地方躲起来等死 现在这辆房车归他了 并且还要老乔他们把枪也交出来 不然就在沙拉的脖子上来一刀 老乔这才明白 原来这两人的目的是车子 可女儿在对方手里 她只能率先将枪放到地上 可马克在拿出车钥匙的时候 却在半路直接将钥匙丢了出去 气氛顿时又紧张了几分 沙拉的男友大卫立刻走上前 开始安抚这两人 心想自己以前在部队服役过几年 这种小场面应该是很好应对的 还打算用语言攻势说服苏珊 可苏珊也不知道哪条精美队 竟然手抖对着大卫开了一枪 这一枪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开枪后的苏珊也慌了神 但实际上他们俩是并没有想要杀人的 两人在慌乱之间也被夺走了武器 老乔一气之下还差点一枪送走苏珊 看着姐姐抱着大卫的尸体悲痛欲绝 马克心中也怒火中烧 这两人明显不是什么好货 既然杀了人那就该付出代价 于是他一怒之下就把苏珊给绑了起来 然后打算用绳子将他吊死 在场的人都惊恶地看着这一幕 只不过马克只进行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一番犹豫后还是选择饶了他一命 最终老乔也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放他们俩离开 因为火山爆发后这片区域将不会有活物 没有进入掩蔽所他们俩必死无疑 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 这时地面传来一阵猛烈的震动 山顶也不时有石头滚落下来 看样子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几人不再停留 赶紧往掩蔽所里面跑 而大卫的尸体也只能就这样放在这里了 只是跑在前面的老乔三人 却没注意到沙拉没跟上他们 而是往另一个地方跑了 与此同时 从山顶跑下来的金姐也在疯狂逃命 一场毁天灭地的火山爆发许久后 这两个幸存者终于缓缓打开避难所的门 而门口竟然出现了一只像是恐龙的巨大生物 不过他只是抽出了两下 就倒在地上彻底没了动静 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恐怖怪物 两人都感到有些害怕 但弟弟马克出于好奇心 还是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尸体 终于确认这玩意儿已经死透了 姐弟俩这才放心 安娜发现她的身上还有羽毛 以及一双巨大的翅膀 似乎就是自己之前见过的一种翼龙 也像是父亲说过的神话传说中的羽蛇神 两人绕开翼龙的尸体 开始焦急地在周围寻找家人 好在他们选择的这个避难所结构足够坚固 抵挡了绝大部分火山爆发引起的伤害 他们停在外面的房车都还基本完好 躲在车子下面的父亲和妹妹也都没事 父亲老乔看到了翼龙的尸体后 也感到十分震撼 还凑上去闻了闻味道 身为大学教授的老乔 根据自己的知识得出结论 这玩意儿 应该是从另一个空间穿越过来的史前生物 不过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还撞上火山喷发死掉 老乔现在可没心情去研究这些怪物尸体 因为还不知道妻子金姐是生死死 于是他立刻组织两个女儿和儿子去周围寻找 好在金姐当时从山顶上跑下来的时候 掉进一个山洞里被一堆碎石给埋住了 家人很快就找到了他 虽然死了几个人 但他们一家五口人在这场灾难后 全都幸运地活了下来 老乔觉得现在应该可以回家里去看看 毕竟在末日中 还是有一个稳定居住的地方更安全 可当房车一路开到家门口后 他们却看到房子已经被人点了火 周围的农田也都是一片狼藉 显然遭到了恶意破坏 很有可能就是狂热病人干的 正在这时 有两个邻居跑了出来 其中一个男人还像是发疯了一样行为异常 老乔一家顿时警惕了起来 女邻居跑上来求助 但金姐不想招惹这些事情 只能给了女邻居一把手枪 让她自己好自为之 既然家已经被毁了 无奈老乔一家人只能放弃安定下来的想法 重新坐上房车上路 与此同时 在一座山顶上 也出现了一大群像是羽蛇神的翼龙生物 末日爆发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路上竟然开始出现有人拦路收费了 这些人个个都穿着皮夹克骑着机车 手上都拿着枪随时准备清空弹夹 显然在末日爆发前 也都是一群阅历丰富的社会人 不过他们今天拦下的这辆房车也不是好惹的 这一家五口一路过来 那可是到哪儿哪儿就会死人 面对拦路收费这种现象 他们也丝毫不慌 纷纷拿出枪做好准备 就在老头一脸笑意地想着 怎么收拾这家人的时候 只见其中一个戴墨镜的女人 竟然拿着枪就直接伸到了她脸上 老头自然也是不甘示弱拿出枪来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什么 不仅被这女人抢走了枪 还主动让身后的小弟们放下武器 只因面前这个女人 其实是他多年未见的女儿 也难怪金姐这么自信 原来是认出了这个社会人老头是自己老爹 尤恩也没想到今天居然会遇到女儿 于是就将他们带到了自己的地盘上 尤恩自信地介绍说 这是他一手创建的末日避难所 是一个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天堂 在这里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 尤恩也因此获得了很多幸存者的拥堵 那以后这里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大型城市 尤恩带着女儿一家来到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里 里面竟然正有一个小矮子男人正在认真工作 他介绍说这是自己最信任的药技师 也正是因为这矮子制作的四环素 才能维持避难所的稳定状况 而且还能用药物到其他地方换取物资 只因四环素是能够最大程度 克制狂热病毒的最佳药物 不过这药技师的脾气有点古怪 尤恩提议金姐一家在自己这里住一段时间 或者是留下来也行 正好他现在也去扔手 不过金姐和老乔两夫妻却没这个打算 但住几天还是可以的 于是就找了间上好的房间先休息休息 安娜和沙拉姐妹俩点了份午餐吃了起来 尤恩则是带着孙子马克参观起了避难所 看到马克对摩托车很感兴趣 干脆就直接送了他一辆自己的珍藏 同时也建议马克留下来帮自己管理避难所 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 只要马克同意留下来 那么他以后就是这里的二当家 马克尽管有点心动 但他知道老妈肯定不会同意的 不过摩托还是可以玩玩的 看到爷爷似乎在安排什么任务 马克就好奇地问了问 原来他们制作四环速的必备品 以纯供应链出了问题 需要找到个新的供货商 尤恩表示 如果他们三姐弟想去凑凑热闹也可以 只要注意安全就行 马克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于是姐弟三人都兴奋地坐上了车 不过老爷子还是有所顾忌的 就叮嘱两个德力手下 如果自己这三个孙子出了事 那他们俩也别回来了 随后五个人就坐车前往了任务地点 很快到了一个酒吧里 不过去一直没看到街头的人 末日爆发这么久以来 这姐弟三人还是第一次来到酒吧里 喝了几杯酒后就忍不住有点嗨了 辫子姐和同伴却不敢松懈 一直在旁边戒备着 看着他们三个年轻人玩 而安娜和沙拉两姐妹突然喝了一些酒后 竟然因为以前的一些小事情吵了起来 或许是因为喝醉了的原因 两姐妹甚至还越吵越厉害 最后沙拉甚至让姐姐安娜滚原点 安娜听后愣了两秒 然后还真的就走出了酒吧 而在离开之前 她顺便还从爷爷的手下身上偷到了车钥匙 虽然不知道去哪 但她就是单纯的想开车出去透透气 一个身材火辣的美女正站在路边拦车 当看到司机是个年纪不大的小女孩时 她直接掏出匕首挟持了对方 还诡异地凑到女孩身上闻了闻味道 不过她表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要车子而已 并不想伤人 说着她竟然又伸出舌头在安娜脸上舔了舔 接着就拿着车钥匙 开车扬长而去 只留下安娜一脸茫然地站在原地 她意识到这女人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 而车子离开的方向正是那间酒吧 安娜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 于是飞奔返回酒吧 可当她赶回去的时候 却惊恶地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两个安娜顿时扭打在了一起 一时间根本分不清楚哪一个才是真的 打来的金姐妇女俩也没办法 几人只能看着两个一模一样的安娜在地上呼 这时沙拉拿出枪说 自己能分出哪个是真的 于是选中其中一个直接开枪 一声枪响后酒吧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接着躺在地上的那个安娜 慢慢地化成了一滩黑色液体消失了 安娜回想起之前遇到过的那个奇怪女人 难怪她对自己又是闻又是甜的 因为她是能够模拟人类形态的复制人 大家都没想到沙拉竟然还真的能辨别出哪一个是假的 沙拉解释说是以前经常和安娜打架的原因 所以记得安娜打架喜欢用左手出拳 复制人的危机终于解除 他们也搞清楚了为什么酒吧的对接人没来 以及尤恩派来的一名手下被杀 其实都是复制人干的 当一行人回到尤恩的避难所的时候 金姐却看到丈夫神情呆滞地坐在门口 她赶忙过去查看丈夫的状况 看到妻子和孩子都安全回来了 老乔这才说出实情 原来她之前在避难所看到有人抬着尸体走进了一个集装箱 等那些人离开后她才走进去查看 结果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尸体 可还没等老乔有下一步动作 就被人打晕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 老丈人尤恩就站在她面前 原来尤恩销售出去的四环素 都是被药技师加过料的 他是想制造出一种新型的 能够治愈狂热病毒的药 在试药途中自然就避免不了有人会死 虽然试药的人都是从外面找来的 尽管尤恩解释了缘由 可老乔却一点也不相信 并不打算帮他隐瞒这件事情 尤恩混迹江湖多年自然是心狠手辣 知道老乔肯定会坏了自己的计划 于是干脆让手下将他做掉 再制造成和别人斗殴而死的假象 但被安排办这件事情的手下太疏忽 将老乔带出避难所外面 准备处理掉的时候被反杀了 因为他根本想不到老乔 也对药理学有研究 即便是在被注射了一支 带有幻觉效果的镇定机后 老乔依然反杀了这个小弟 最后还一个人走回了避难所 也幸亏老乔命打 不然现在都已经凉了 而听完事情真相后的 经节短暂的思索过后 也意识到了自己 这个没怎么相处过的 父亲的心有多狠 于是就一拳打在了老头的脸上 表示从此以后断绝妇女关系 随后让一家人坐上房车 准备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尤恩知道自己 无法取得女儿的原谅了 但还是善意地提醒他 带上两包四环素 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不过金姐去看也没看 一家人坐上房车 继续踏上了末日旅程 没想到即便是 自己人建造的避难所 却也差点让他们丢了性命 所幸还不如就这样 开着房车四处求生 他们在河边 发现了几具诡异的尸体 这些尸体 似乎被某种力量拉长了 看起来十分的惊悚 老乔还从其中一具尸体上 翻出一张照片 显然这三具尸体 就是照片上的四口之家 只不过却少了一个小男孩 老乔又凑近了些 查看尸体手上的手表 发现手表停在了1点42分 这个数值也许有着什么含义 突然老乔忍不住 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 咳完后张开手一看 竟然还可出血来了 一家人看到这一幕 都紧张了起来 因为这明显就是感染了 狂热病毒前期的症状 但如果在早期 即使用药物 还是可以控制的 可他们手里的四环素 早就已经用完了 现在只能赶紧去找 不过当他们找遍了 附近几个街区的药店超市后 都没有看到四环素 沙拉直找到了一个空盒子 但盒子上写着一个 护理中心的地址 想着那里也许还有储备 于是一家人就坐上车 马不停蹄地来到了 这个护理中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乔的狂热病症状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而这所护理中心的面积很大 估计要找到四环素 的要好几个小时 也不知道老乔 能不能坚持到他们回来 于是一家人商量以后 金姐决定让儿子马克 在车里看着老乔 而且为了安全考虑 还必须将老乔 用手铐靠起来 接着 金姐就带着两个女儿 走进了护理中心 母与三人 开始一层一层地寻找四环素 或许是由于末日爆发 已经一个多月的原因 期间他们并没有发现 有任何幸存者 但许多药房里 都没有四环素 像是被人收集起来了 警惕地让他们母女三人放下枪 金姐犹豫了几秒钟后 率先将枪放到地上 同时她也赶紧解释说 他们只是来找药的 没有恶意 那女人见状也稍微放松了些 也看得出 他们三个和地上 躺着的那个不一样 都是正常人 原来这女人是护理中心的护工 在这里工作了有十几年了 尽管末日爆发后 很多人都逃走了 但由于她已经习惯了 这里的生活 加上还有一些身体残疾的 病人无法离开 她干脆就留下来 继续照顾他们 不过也有许多末日暴徒 来过护理中心抢夺物资 于是她就将剩下的病人 都转移到顶楼躲起来 一番交谈后 双方都放下了戒备心 金姐说自己的丈夫 刚刚感染了狂热病 急需要控制 原本老爹尤恩给了她 两包四环素 但自己当时觉得家里人 都不会感染狂热病就没拿 不曾想才没过两天 丈夫就中招了 所以现在就只能到 护理中心来找了 女护工厅后 思索了几秒后 表示可以送他们一些四环素 但前提是要帮自己一个忙 那就是把楼顶的病人转移下来 因为护理中心没电电梯 也没法工作 自己只有一个人 根本无法转移那些 坐着轮椅的病人 听到只是这么一个小忙 金姐欣然同意 不过女护工 只让金姐一个人 跟她上楼去帮忙 两个年轻姑娘 就留在这层楼等着 金姐跟着护工上楼的途中 护工问她为什么 拒绝别人给的救命药 金姐也毫无防备地 说出了原因 以及自己那建造了一个 避难所的混蛋老爹干的坏事 护工笑着说 她当时应该拿上那两包四环素的 不然现在也不用这么着急了 说话间两人已经到了顶楼 还有一名坐着轮椅的老人 停在窗边 而这时金姐身后的电梯却打开了 可是刚才女护工不是说没电吗 金姐顿时意识到有问题 但突然女护工 直接扑到了金姐身上 手上的一只针管也顺势 插在了她大腿上 要笑立竿见影 金姐立刻就浑身瘫痪倒在了地上 由于护工偷袭 给她打了一针镇定剂的原因 她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 几乎和旁边两个轮椅上的人体标本一样 而护工的目的 其实就是把金姐也做成标本 金姐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护工 其实是个心理变态的恶魔 但她想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对方 而或许是为了让金姐死个明白 护工也说出了原由 原来她的丈夫 就是被金姐的老爹杀死的 而且为了确定没认错人 护工还特地问过金姐 为什么没接受那两包药 没想到金姐还真就老老实实地 将老爹的事情说了出来 她爹尤恩混迹社会多年名气可不小 加上磨日后 又建造了一个弊蛋所干的坏事也不少 护工这才确定了这妇女俩的关系 很快护工就推着金姐来到了一个手术室 迅速地做好了制作标本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她还专门弄了一瓶麻痹剂 这是为了让金姐在死之前 能感受到每一刀的痛苦 以此来一解自己的心头之恨 金姐想解释自己和那混蛋老爹已经断绝关系了 可这护工显然大概率是不会相信的 关键是自己现在根本都没法开口说话 接着 护工就拿起一个切割机 打算先把金姐的脸皮给割下来 可就在切割机刚刚放过去的时候 却突然停电了 护工以为是平时那种跳闸的情况 于是只能先暂停手术出去查看 可当她走到电箱位置时 却被人从后面偷袭 巨大的电流直接将她放倒 正是安娜和沙拉这两姐妹 原来他们发现二楼的门被锁上以后 又意外找到了一堆尸体和器官组织 更恐怖的是 看到她已经被电晕了过去 两人就立刻上楼去寻找母亲 但这单纯的两姐妹却没想到要补刀 他们很快在手术室找到金姐 但由于金姐还身体贪软无法行走 就只能将她抱到轮椅上 安娜立刻返回去打开电源 沙拉推着轮椅到电梯门口等 结果刚出去 就被一个戴着人皮面具的人偷袭了 沙拉顿时就被蒙晕了过去 戴着面具的人 就是被电晕了过去的护工 不得不说 她的演技和体质都是一流的 可她却没想到 此时的金姐已经恢复了一些体力 在护工还在滔滔不绝地 说着自己要把她做成哪种标本的时候 金姐突然间掏出枪一枪打穿她的肚皮 在护工惊恶的眼神中 身后赶来的安娜 也对着她一阵突突 护工终于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 这次确定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随后母女三人在一番寻找后 却始终没有找到四环素 只找到了一些抗生素和溃疡药 显然那个护工一开始就在撒谎 毕竟四环素这种药物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 即便是护理中心有 估计也早就被其他幸存者洗劫一空了 不过他们也算是除掉了一个祸害 这时一家人看向空中 月球爆炸后的碎片 似乎正在朝着地球坠落 地球又将迎来一场巨大的危机 但一家人更在乎的 是感染了狂热病毒的老乔 这一趟他们不仅没找到四环素 反而还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 此时的老乔已经变得神志模糊了 嘴巴里还胡言乱语地说着什么 金姐决定再出去找找 这次他带着儿子马克出去 留下安娜和沙拉两姐妹看着老乔 为了暂时稳定住老乔的病情 不得已只能给他打了一种麻醉要劲 能让他暂时进入昏迷状态 随后金姐就带着马克出门了 这座小镇他们还没来过 也许还有机会找到四环素 母子俩在一辆车子旁边商量好了计划 不管是谁找到了四环素 回去的时候 就将车里的手套放到挡风玻璃上做记号 可面前这个女人却告诉她 早在两周前整个小镇的四环素都被用光了 但金姐并不打算放弃 与此同时 儿子马克也在附近的街区寻找四环素 还正巧碰到一个准备自杀的女人 马克果断开枪打断绳子救下了对方 可事后这个女人不仅不感谢她 反而嫌她多管闲事 因为她觉得在末日中活着太难过 还不如死了算了 马克接着女人无可救药也不打算管了 但她还是顺便问了问对方有没有四环素 因为她爹需要四环素救命 凯琳看着马克离开的背影 拿到药后马克迅速返回他们的据点 不过在回去的路上 她还是按照和母亲金姐的约定 在车上做了一个记号 可当马克回去以后 却发现父亲老乔没了踪影 姐姐莎拉还晕倒在了地上 原来是老乔发病打晕了莎拉跑出去了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一阵声音 是几个幸存者挟持安娜 要马克他们交出四环素 否则就杀死安娜 但马克怎么愿意交出好不容易找到的救命药 所以她让凯琳绕后去偷袭 毕竟对方也就只有三个人而已 就在凯琳开枪打伤其中一人的同时 金姐也赶回来支援了 看到女儿安娜被这伙人拿枪指着 金姐差点就抱走了 而这三个年轻人也顿时怂了 纷纷丢掉武器投降 但安娜和莎拉都觉得没必要杀了他们三个 金姐犹豫一番后 还是把他们放了 只不过三人的武器和物资全都收缴了 接下来一家人商量了一番后 就分成三组人分头去寻找失踪的老乔 每组人手里都拿着一份四环素 而此时的老乔 正被小镇上的一群幸存者给抓了起来 大家都看出来老乔感染了狂热病 于是打算将他处死 可关键时候 有一个女人跑出来拼命救下了老乔 因为他听出了老乔口中一直念叨着的话 他也曾经听到过 只是不知道其中的含义 而老乔也陷入了神志不清的状态 如果再没有得到四环素的救治 他很快就会被狂热病毒彻底占据大脑 变成一具狂暴的行尸走肉 不过金姐似乎是闻到味了 好巧不巧的就从外面路过 但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么远的地方 女记者说老乔是个智者 或许他能够搞清楚末日爆发的原因 这时突然天空中一阵狂风大作 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出现 女记者顿时像是发疯了一样 开始慌忙逃命 但高空中的漩涡却直接将他吸了过去 地上的金姐夫妻俩却毫发无伤 似乎那漩涡是有目标的在挑人一般 直到漩涡彻底消失后 金姐才抱着老乔松了口气 而四环素的药效来得很快 没过多久老乔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一家人开始商量 下一站去哪 看样子末日中没有一个真正绝对安全的地方 而凯琳也因为马克的原因 暂时加入了他们这个大家庭 由于月球被雨势击毁 形成的很多碎片都被地球的引力给吸引了过来 最快几个小时后碎片群就会落下来 到时候肯定是生灵涂炭直接全球重启 老乔一家人根据末日广播找到了一个叫月亮哥的男人 他对神学领域很擅长 可以说是个玄学大师 对于末日爆发的原因也有深度研究 月亮哥想到了一个拯救地球的办法 最近不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过那种空间漩涡吗 其实那就是一种小型的黑洞 如果能将空间漩涡吸引出来 就可以把月球碎片都吸进去 而月亮哥也研究出了原理 能够吸引空间漩涡出现的东西 就是这座巨大的磁爆塔 现在他们只需要对磁爆塔进行一些调试 接下来就是静静等到月球碎片群到来了 另一边 安娜正和弟弟马克出去寻找凯琳 途中马克要下去上厕所 就让安娜停车等一下 可安娜在车上等了好一会儿后 发现马克还没有回来 于是他只能下车过去看看 结果马克已经找到了凯琳 两人正在秀恩爱呢 可安娜却发现面前这个马克有点不正常 他们俩刚刚才一起坐车出来的 现在他居然还问有没有车 这明显不对劲 三人上车返回营地的路上 安娜就一直盯着后视镜观察马克 毕竟是十多年的清姐弟 马克的说话语气和习惯他自然很清楚 于是很快安娜就确定了一个事实 车上这个并不是马克 应该是他们之前遇到过几次的复制人变化出来的 将复制人给带回营地反而更危险 索性安娜直接在路边停车 此时复制人马克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识破 还一副淡定的表情 安娜则是直接掏出枪对准了他 可复制人的体质也是十分强悍的 瞬间就抢走了安娜的枪 两人顿时扭打在了一起 一旁的凯琳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以为只是两姐弟闹矛盾了 复制人的强悍体质很快就占据了上风 而只有他们这种会净化的高等生物 才能活到最后 马克不想听他废话 直接一枪送走他 这时的凯琳才终于明白 刚才那个马克是假的 解决了一场危机后 三人迅速开车返回营地 此时距离月球碎片到达地球 已经只有最后几分钟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 月亮哥开启了磁暴塔 随着巨大的能量场聚集 天空中渐渐出现了几个巨大的空间漩涡的雏形 可仅仅过了十几秒后 空间漩涡就消失了 原来是磁暴塔的电压器烧了 随着一声爆炸 磁暴塔顿时停止了工作 眼下必须有人去修好电压器 但磁暴塔恢复的时候十分危险 没等众人商量好 金姐就已经偷偷走了进去 还顺手将门给锁上了 其他人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金姐很快找到了损坏的变压器 捡起一根木棍将它摆正 而电磁塔也重新启动 一个个完整的空间漩涡再次出现 同时也出现一股巨大的吸力 已经到达地球附近的一些月球碎片 顿时就被吸进了空间漩涡中 许多物质也都被一起吸了进去 正当众人以为地球的危机 要成功被他们解除的时候 还在电磁塔附近的金姐 也已经陷入了危机当中 空间漩涡的巨大引力 已经将它扯到了半空中 女儿安娜飞快地跑了过去 想拉住金姐 但她却慢了一点点 金姐顿时飞入空中 朝着空间漩涡飞去 下面的老乔一家人 悲痛欲绝地看着这一幕